其實韓國瑜現象不是韓國瑜的問題 常常是要倒過來看它的背景 所以這樣 你丟一個火柴下去 那如果只有沒有汽油在那也燒不起來 你會說韓國瑜不耐打 不是說不耐打 這個就是說 其實台灣這種抹黑的文化 除非說我們這種以前都是一張白紙 一張白紙都有時候還找到幾顆飛沉 那種在政壇打滾這麼久 我看喔 隨便挑也挑 所以從農舍啦 一路挑上來 只是說 不過是這樣啦 在台灣 你知道 慢慢的選民對這些討厭也不是那麼在意 你也認同他的支持者 其中很大的部分是Loser 不是Loser 其實韓國瑜現象不是韓國瑜的問題 常常是要倒過來看他的Background 就是那背景 所以這樣 你丟一個火柴下去 那如果只有沒有汽油在那也燒不起來了 所以 就好像我們在看香港 香港真的反送中事件是因為一條 一條法令的關係 造成超過一百萬人上街頭 是這樣嗎 當然不是 所以它不是那一條法令的問題 而是那個Background 那背景的問題 所以同樣的道理 其實慢慢來解讀韓流現象 不是韓國瑜一個人的問題 是那個Background 那個背景為什麼會形成 所以一根火柴 你點一根火柴丟過去 如果沒有汽油在那裡 那根火柴就是 就是這洗出來就沒有了